26. 經濟日報 外資急撤匯市爆量22億美元6股崩跌效應 2015年7月9日話題A 而陳美軍台北報導6股崩敵引爆亞洲股災 台股作8日重錯於200點,失守9000點大關 外資如京工資料,股匯兩頭撤 匯市爆發近期罕見的恐慌性搶匯潮 交易室主管推估 昨日一天,外資匯出如12億美元 約新台幣375億元 匯市爆出21.89億美元 約新台幣684億元 巨糧,如兩年新高 值得注意的時 相較外資豐勇搶買美元撤出 出口箱昨日見到31元價位 像潮水一樣湧入 出口箱大量供給美元 使新台幣匯率獲得支撐 收盤前半小時 兩行再度進場調節 尾盤座貶約1.7個 新台幣兌美元匯率連三貶 昨日貶值6.3分 收31.225元 位於三州新低 匯銀主管說 國際金融市場不平靜 西有希臘債務問題 東有6股崩跌 避險情緒高漲 外資聯盟撤出 亞洲新興市場 台灣、南韓、日本、香港等 股市全盤插入 有可能6股停牌 外資錢抽不回來 只好先從亞洲其他國家調頭串 外匯交易言說 根據央行資料顯示 昨日非美貨幣多數貶值 但與韓原重挫0.57%相較 新台幣貶值0.2% 仍相對穩定 央行官員透露 受6股停牌衝擊 外資轉移大撼台股 把台股當作提款機 扯左手賣股 右手就馬上匯出 毫不亂賺 官員還說 昨日不管是美系或 歐系外資全都回出 與前陣子在股市賣超後 在樓的情況完全不同 匯銀主管分析 從美國下半年將升息 6股停牌導致外資流動性趨緊 以及台灣出口表現順於預期 今年經濟成長率可能下收等三大原因觀察 新台幣匯率缺乏升值條件 未來有可能朝31.5元緩扁 至於新台幣匯率何時貶破31.5元 6股是否逐跌成為重要關鍵 另外也要看出口箱是否出現色受風潮 更新的簡易的一種 還會在你的身上 和平身部 是否有限時貶破32.000 也要看出出口科